猫鬼又称猫骨,是古术中最恶毒的一种 古师专偷老猫,折磨而死后炼化成猫鬼 须之先害命,再夺财 我家养了24年的老猫,被偷了以后 我爸就病了,古师很自信,丢猫而已 他闹起来,也只会被群嘲 可惜这次,他算盘打错了 我一家子都是好人,除了我,把我爸搞病了 我发起疯来,可就没人管了 转完开始了,轻轻每日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轻轻不迷路 我爸那只深渊猫,起名叫咪咪 养了24年了,一直跟我爸的挂箭似的 我爸在哪他在哪,早年甚至跟着我爸走南闯北 一起去收古董 我爸还总夸他有灵性,说他和老物件有感应 比我哥可强多了,甚至老爷子的学生都管他叫咪学长 突然有一天,咪学长丢了 我薛盈,一个因为入侵高校计算机系统 进去过一年的传奇黑客 我哥薛沧松,本是刑警技术科很简大佬 被老爷子急照回家找猫 我没日没夜的筛监控,我哥下班回家 就撅着屁股在家一寸一寸的找线索 足足找了十天,老爷子出来说了一句 不用急着找了,我和我哥不解的看着他 我哥瞪着熊猫眼说 爸,家里那么大地方,还没找完呢 可不大呗,家里是做古董生意的 又和好几个高校合作研究 传到我爸这一代是第十九代 建了26栋藏楼,庄园占地2200亩 光主楼面积都有500多平 猫是捉迷藏高手,一朵一个不支声 老爷子动了动嘴唇,咪咪有免疫系统疾病 十天不吃药,撑不住的 说完这句话他就回屋了,把门锁上了 我哥的黑眼圈直接变成了红眼圈 事后我数落我哥,就你还是局扛靶子 别说找猫,连点线索都找不到 他美好气地道,你说的对 然后他给我表演了一个无能狂怒 本来这个事情可以到此为止 老爷子很伤心,只能靠时间去治愈 慢慢的总会走出来的 可没等老爷子出房门 我闺蜜江宁来了,并且一来就给我们丢了个雷 江宁说,咪学长很可能是被人偷走的 自从咪学长失踪以后 我就开始在各大宠物群和动宝群混 发现城里有很多老猫都失踪了 这些天的功夫 他甚至做了个表格 从上到下,排列着将近二十几只猫 后面备注了年龄,失踪日期 在他的引导下,宠圈都团结起来了 消息差不多都共享了 刚开始是一家人丢了只价值几十万的阿拉什猫 报警之后受理了,立位了刑事案件 但是猫没找回来 后来他们陆陆续续去报警 一共有六个人立案成功,都是邻居偷的 遗憾的是,查到了人 猫却找不回来了 最惨的是田园猫 收养的流浪猫等等 立案都立不了 是巧合吗? 市里正好发生了大规模的偷老猫事件 我问,为什么偷这么多老猫呢? 江宁的脸色不好看 猜,猜测 可能是有虐猫组织团伙作案 我哥从刚开脸色就不好看 听到这,扭头就走出去了 江宁吓了一跳 薛警官怎么了? 我说,哭去了吧 可能是太羞愧了 毕竟他作为一个警察,查了十天 还不如江宁拿到的线索夺 按照我的理解 那可不得羞愧哭 江宁愣了一下 啊,不是因为伤心吗? 也有可能 江宁又开始骂骂咧咧 有人说是这些死变态偷老猫 是因为老猫饲养的时间长 和主人感情深 以虐猫来达到虐人的目的 这解释很合理 合理的让我恼火 我家咪学长是田园猫 世俗价值是人的决定 不提也罢 但贼就是贼 偷一根草也是贼 而且按照江宁的说法 那些人的猫都是被邻居偷的 那我有理由怀疑 我们家也是出了内贼 我现在就想把人找出来给剁了 只要不引起我爸和我哥的注意 应该能剁成 我还没有行动 老爷子竟然病了 先是四肢疼痛 精神萎米不振 体检却一点问题都没有 医生提出可能是伤心过度 出现了患痛 建议转精神科 搞得老爷子很不痛快 一向脾气好的人 差点骂医生 医院回来躺下 就开始发烧 昏昏沉沉的 足睡了一天都没起身 搞得我们都有点慌了 当天晚上 他睡着睡着 突然开始静乱 家庭医生冲进来按住他 他突然就睁开眼 视线随着墙角移动 再看向窗台 我顺着他的视线移动 什么都没看见 但他聚精会神的样子 又让我确信 那里有东西在活动 那个场面本来就诡异极了 让人大气不敢出 直到他喊了一声咪咪 突然就两眼一番 晕过去了 医生检查之后 发现他心率上到了180 我哥 医生 姜宁 家政阿姨们 有一个算一个 乱成了一团 只有我静静地站在角落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从那天开始 老爷子的症状日渐明显 他高烧不断 梦中一语 睡不醒 几乎没办法交流 他会在每天午夜 十一点这一点之间 准时醒过来 然后开始发疯 先是盯着家里某个角落 视线随着什么东西而移动 然后突然开始喊咪咪 三天了 一天比一天激动 今天晚上 他甚至想往窗台冲 那不是得跳楼吗 我哥想拦他 他一拳给把我哥 打成熊猫眼 我哥发狠抱住他 冲我喊 盈盈 想想办法 我若有所思 扭头就跑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哥头发都快被老爷子薅美了 我手里拿着一堆雷坯木 山鬼花钱 一股脑地往他身上扔 老爷子喘了一口大气 突然就冷静下来了 我哥傻了 哪来的 家里不是有个专门 收集到家文物的藏楼吗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 还是盯着老爷子 他不闹腾了 但是死死地盯着窗户的位置 视线不再移动 仿佛什么东西离去了 我轻声道 爸爸 您心里有谱吗 若是换成别人 在受了这么大刺激的情况下 问这个问题绝对不合适 但老爷子不同 他有一颗大心脏 从他捡我回来 二十多年 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 事物 可以把他逼到这份上 而且他学惯古今 又是不可知论者 所谓不可知论者 就是认为 除了感觉或现象之外 世界本身是无法认识的 简单地说 他来者不拒 学父武车 现在最有可能 能给我们答案的 反而是他 他果然知道 只是语气落寞 他被做成猫鬼了 猫鬼其实是 动骨中最凶恶的一种 随独孤陀传中有记载 独孤皇后的弟弟独孤陀 曾使女仆徐阿尼 遣猫鬼作祟 可令猫鬼向皇后锁 是多次无误 猫鬼出入宫廷 直接导致独孤皇后病倒 后独孤陀被抓 皇后还为他求情 免其死罪 这就是随年间 最著名的一次猫鬼之祸 猫鬼的妙处就在于 等被下骨之人死后 家中财产 就会神奇地 转移到股市家中 所以下猫骨 是以害命为代价 进行夺财 这种邪神 在我国一向不受待见 没落已久 猫吗 还是活蹦乱跳的好 但海外 比如说 隔壁即将美好日子过的邻国 将其共为世神 个性上 猫鬼又和他们的招财猫类似 都会去偷取 别人家的财物给挤用 我们的邪神 被他们共为吉神 不可谓不讽刺 将您拿了城里丢猫的表格 给老爷子看 他还耐心地给我们讲解 到后来 他偷的都是非常纯的田园猫 那是因为人工培育的品种 练不出猫鬼 他要的就是这种中华猫 我们都听不进去 那如果按照老爷子的意思 这根本不是什么贼人偷猫 而是有人用邪术害命 如果找不出这个人 我爸会死 死后 攒了19代的身家 包括一些 他承诺绝不出售的国宝级古董 也会变成那个人的囊中之物 看来这贼 偷挺大呀 我脸上阴晴不定 谋中酝酿着狂风暴雨 直到我爸拿着雷披木叹了一声 他说 生前被人虐待 死后还要被仇人利用 作为新的事 他又有什么错呢 这都是人在作恶呀 我回过神 看着眼前我哥和江宁 亲身安慰他的情景 什么也没说 因为我被人类社会诊断为 反社会型人格 无法与人共情 此时我能感受到的情绪就是暴躁 只是不得不忍耐 毕竟我装正常人也装了几年了 经过两天的验证 到家藏楼里的老物件 可以有效的让猫鬼不能近身 只是老爷子现在精力不济 还是重在休息 正好市里出了大案 急召我哥回去加班 他只能嘱咐我最近就住家里看着点 我心不在焉的点点头 他前脚出门 我后脚爬上了书房靠窗的位置 掏出望远镜 一路看着他消失在视线内 现在我哥走了 我爸病倒了 江宁现在看谁都像个贼 一门心思盯着老爷子身边的人 终于没人管我了 我先上网 发了一条百万悬赏找猫的帖子 把我们家咪学长的大头罩挂上去 这帖子挂出去 热度上的很快 大多数评论都是调侃的 比如什么 现在辞职找猫还来得及吗 你们家还缺猫吗 一类的 也有酸溜溜的骂猫奴的 但并非主流 江宁看到以后有些困惑 不过他什么都没说 要把那孙子调出来 我的第一步就是花钱 大把的花钱 思来想去 不如做慈善 老爷子手写了半本 他合作的慈善机构 平台 我把本子找出来 挨个捐 捐到傍晚 有点累了 正好有人在我那个帖子下面骂 有这个钱 不如捐给有需要的人 既然如此 我干脆拉了一个长长的捐款截图 直接贴上去 然后把悬赏咪学长金额 提到三百万 这一波直接给网友干沉没了 他们说 第一次见这种打脸 江宁从我爸房间出来 看见我坐在榻榻米上敲键盘 就爬过来 靠在我背上 和我背对背 开始刷他的手机 我回头看了一眼 继续忙自己的 靠 江宁猛地弹了起来 他刚刷到一个视频 热度上升得极快 那是我爸 第一天发病的情景 视频还被配上了 搞笑鬼畜特效 他捂着胸口 静卵 眼神犹疑 然后喊咪咪 标题是猫的孝子 我拍拍他 示意他淡定 这是对方终于上钩了 若是按照古籍记载 猫鬼小气 让他盯上的人家 连一杯茶都是属于他的 江宁皱眉 这是古诗的想法吧 猫要人的钱财有什么用 又不是猫条和罐罐 他说的对 他们会认为 我今天花掉的是他们的钱 所以破房了 我起身走到房间门口 看着走廊深处 偶尔走动的几个阿姨 真是又贪又蠢 本来我们锁定了内部工作人员 是家里的四个阿姨 六个园丁 四个轮岗的保安 能进入主楼的六个学生 现在可好 嫌疑人只剩下阿姨 甚至有一个阿姨 是不上夜班的 嫌疑人一下 看到家政组的刘阿姨过来了 她突然开口 阿姨 你兜里什么东西在闪 刘阿姨慌了一下 连忙从兜里摸出了手机 摸出来以后 她就更尴尬了 没有啊 我愣了一下 就理解了她的用意 因为我家做古董生意 有保密协议 上班时要收手机的 大概率是谁藏手机 谁拍的我爸 刘阿姨试图解释 最近我孙子病了 和教授打了招呼的 我伸出手 拿来 刘阿姨一脸不高兴 盈盈小姐 我在这边做了快三十年了 教授很信任我 她知道我不会乱拍的 规矩就是规矩 有事可以打办公处的电话 刘阿姨有点生气的样子 甚至很不友善的看了 多管闲事的江宁一眼 最后她还要赋予顽抗 说要跟家里报备一下 我似笑非笑的看着她 好 她跑也是的 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江宁愤愤地道 她是想删东西呢 我说没关系 她好像忘了 我是计算机专业的 接下来江宁又用同样的办法 试探了另外两个阿姨 结果发现只有刘阿姨 一个人带了手机 好的 起码能证明 偷拍的人是谁 大概率猫也是她偷的 毕竟明学长年纪大了 平时几乎不出主楼 大半夜的 我让刘阿姨带上铲子跟我走 直到出了主院 又走了一路 越走越黑 她终于按捺不住了问我 盈盈小姐 这么晚了 我们去园子里干什么 我还得看着教授吃药呢 我说 你不用担心 明明会看的 江小姐毕竟不是自家人 这话我没法接 终于走到一片巨大的空地 之前是我爸规划 要在这边建一座战国楼 几年前这边动过宫 后来计划有变 暂时搁置了 留下了几个深坑 她盯着眼前的坑 再啥也意识到不对劲了 盈盈小姐 来这里干什么 我伸出手 铲子给我吧 她下意识的 把铲子递给我 怪听话的呢 我冲她一笑 然后给了她一铲子 直接把她拍进了坑里 那个坑深四米左右 她是滚下去的 但估计也受了伤的 我开始一铲一铲的填土 她尖叫盈盈小姐 你这是犯法的 救命 救命啊 我没理 继续填 她逃到另一边 开始挣扎往上爬 一边爬一边喊救命 我蹲在不远处看 等她快爬出来了 我绕到她面前 一铲子把她拍了回去 她躺在坑底哀嚎 捂着胳膊 看样子是爬不了第二次了 我问她 年薪五十万 时速全包 社保第五档 我不理解 这种工作 你为什么不遵守职业道德 还坚守自道 说真的 她心里变态 我都能理解 但是她 当年因为被老公家暴 没有工作 想离婚离不成 是我爸给了她工作 让她实现了独立 她难道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吗 我认真困惑 但她不肯回答我 她只顾捂着胳膊 哀嚎着说骨折了 叫我救命 眼看得不到答案了 我站起来继续填土 她在哭 我在笑 我们配合得很好 刘阿姨在我们家工作了 接近三十年 平时我都没太注意她 才知道她她竟然 是一个资深虐猫者 平时在背后 对我爸和咪学长大肆嘲讽 说我爸是猫奴 脑子坏了 老傻逼等 这么些年 没对咪学长下手 还是因为我爸给的太多 但一个月以前 有人给她牵线 说有一位神秘人 愿意出十万买咪学长 其实十万 对她来说并不多 她就是犯贱 饮饭了 她还跟人吹嘘 一只快死的土猫 立不了岸 就算她发现了 反正我也快退休了 甚至说 如果发现了也好 我真想看看她的表情 真真是菩萨面孔 蛇心肠 我挖了半天土 有点累了 就蹲下来休息了一下 她哭着求我饶命 我就是昏了头了 我家里孙子病了 有人出钱 我就 我玩味的看着她 这一套对我爸我哥有用 对我可没用 盈盈小姐 家里那么多古董 我都没拿 我就拿了一只猫而已啊 我笑着摇摇头 你不傻 拿了古董要坐牢 拿猫不用 她咬了咬牙 突然横了 是啊 我拿猫是不犯法的 但是你敢杀我吗 我家里人叫我不回家 一定会来找你们 还有 还有教授 他要是知道你这样搞 他也会骂你 他这种想法还怪有趣的 想想也是 我爸是老好人 我哥又钢铁正直 他大概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人傻钱多的天堂 我抓起一把土 从他头上淋下去 谁让你偷我猫的 他开始害怕的抖 绝望的喊 只是一只猫啊 而且 他本来就没几年好活了 谁让你偷我猫的 我问了他整整八遍 期间他只会鬼吼乱叫 跟我说一堆狗屁歪理 什么只是猫 你杀人你没人性 没几年好活了 我不偷他也会死 以我的理解 我在正常追回我领地内的失误 我不认为我的做法有什么问题 他这么不配合 搞得我烦了 我就开始继续铲土埋他 他才算听懂了我的问题 是谁让他偷的 我 我没见过他 是在一个平台上认识的人介绍的 教授的视频也是他们发的 我之前告诉过他们 不要外传的 我若有所思 你意思是 你也不知道买家是谁 他哭着说 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啊 他惊恐的叫 我都告诉你了 你快拉我上去呀 想的还挺美 我说不拉 说完我就走了 他骨折了 根本爬不上来 那个区域很偏僻 离最近的葬楼都有五百多米 他喊破嗓子 也不会有人来救他 我临走之前 还听见他在坑里叫 叫受救命 怎么有脸喊老爷子呢 难道是因为当初他身陷泥掌 老爷子拉了他一把吗 深夜 我独自回到了书房 这时候大家都睡了 而我用刘阿姨的账号 登陆了他说的那个 被包装成二手物品交易平台的 虐猫俱乐部 按照目前的线索 刘阿姨的买家 应该是这个平台的人介绍的 这小平台很私密 需要邀请马 只有四十多个会员 刘阿姨的账号等级还挺高 说明他在这里混了很多年了 他说他和那个人 是无接触交易 按照约定时间 到约定的点拿了钱 把猫放下就走 他还说 最近城里丢的老猫 几乎都是这个平台上的人偷的 也就是说 有股师找到了这群变态 出资让他们去偷猫 手脚很干净 但总有一个牵头的人 他跟着股师 观察我家老爷子已久 是我家为囊中之物 所以今天才会忍不住发视频嘲讽 我今晚就要把他抓出来 二十 这个小程序的防火墙实在很薄弱 略失手段 会员注册信息一览无疑 我正在黑他们的信息 突然有人把我圈了出来 阿姨 今天视频有没有 对呀 老傻逼为老畜生讯情没有 快发 我们等着看呐 我若有所思 用刘阿姨的账号输入 他心态是最爽的part 我想了想 这我认可 搞心态是很爽 他立刻就开始分享 上次他邻居 一个妹子 还报警了 一只土猫赔了二百块 妹子哭着跑了 他后来在小区看到我都绕道走 这话说的一群变态都很骚动 让他发妹子照片 律师者会出现玩弄猎物的情况 我相当理解他们的心情 就好比现在 我也挺兴奋的 我准备好了 在一群人的狂欢中 终于发生 我视频没有 不过今天有个新鲜的游戏 跟你们玩 有人问 什么游戏 然后我就把整理好的 长长的信息 分三段发送 这四十多个人 有一个算一个 我全都黑出来了 姓名 年龄 ID号 家庭地址 工作单位 家里还有什么亲属 聊天页面 瞬间死记一片 我把我家咪学长的照片发上去 找猫游戏 我要找的 就是图片里这只猫 游戏规则如下 从现在开始 每过五分钟 我会随机挑选一个幸运者 把你们干的好事 公众于众 唯一让我停止的方法 就是提供有用的线索 大家抓紧时间 刹那间聊天页面 全都是亲切的问候 甚至越来越多 那些人不知道 是刚才在潜水 还是被彼此 互相打电话叫起来了 直到我扔了一个 即时小程序出去 血红色的时间 从四分五十九秒开始倒数 页面终于安静了 我 游戏即时开始 我这个人 一向说道就道 五分钟时间一到 就用小号 在某国平台 发布了第一位幸运者 就是刚才说 怎么小区妹子 邻居的那位 圈出了他的工作单位 同事 家人 亲戚 再圈一圈 动保官方账号 可能也是因为 偷猫事件 之前已经小面积发酵 虽然是深夜 帖子竟瞬间 就开始被大量 动保官博转发 热度一点一点的上升 幸运者立刻 在小程序上私聊我 马上把帖子删了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我有点不理解 你不也抱了别人吗 这么好玩的事情 不能只让你一个人做吧 虽然不确定 发我爸视频的顺势塔 但他刚才确实 发了他们小区那女孩的照片 还是多角度偷拍 他可能是理亏了 就开始骂我 私聊骂完公平骂 消息太多 看不过来 五分钟到了 我又爆破一个 也许现在他们的家人同事还没醒 但黑夜只能带来短暂的安宁 等我陆续爆破了二十多个 他们终于挨不住了 一个ID叫前行者的人蹦了出来 看样子是小程序的管理员 ID前行者 你先别发了 我们就说 终于有人正面面对我的问题了呢 可是倒计时又清零了 我照常爆破了下一位 对面安静了 我怀疑他去摔键盘了 但他又不得不回来面对我 ID前行者 你再搞 我们就不说了 我 不好意思 停不下来了 你们应该理解我呀 你们虐猫的中途会停下来吗 他 我们又不是猫 我笑了笑 五分钟又快到了 这次他不敢耽误 赶紧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我点开看了一下 视频拍得黑漆漆的 是在深夜 看角度应该是摆动摄像头偷拍 镜头正对的位置 是一个蛇皮带 里面有个东西正在疯狂蠕动 看体型大小 是只猫 又过了一会儿 一双穿着绿色迷彩裤的腿 和一双老实不邪出现在镜头中 那个人弯下腰 提起带子走了 看样子 是他在交易的时候偷拍的 不过这视频给的也太敷衍 他想吊谁胃口呢 五分钟到 我更新了下一个 他要疯了 你怎么还发 我 因为我觉得 你能给我的 不止这些吧 他开始发颠 他威胁我 你信不信我上门去搞死你 我知道你在哪里住 你今天发了悬赏 然后又说 你要逼死我们啊 为了一只猫 你要害那么多人 那么多个家庭 你不是人 你是个疯子 我又不理解了 偷了别人的心爱之物 被人报复 不是应该有所觉悟吗 不过他的表现反而证明了 他确实还有别的料 我回了他一条 时间又快到了 他终于被迫冷静 然后发过来一张图 是咪学长 他被人拎着后脖梗 一脸惊恐 图片拍摄地点很黑 光源直径不到半米 除了咪学长 只看到一张又破又脏的桌子 我迅速保存了那张图 他说 想要这个畜生是吧 就看你怎么表现了 一向守时的我 这次足足过了六分钟 没有上心 他似乎是觉得他拿捏了 开始飘了 一分钟之内 删光所有帖子 晚一秒 我用烟头烫这个畜生一下 我动了动手指 你意思是猫还活着 在你手里 是吗 他又发了一张图 是两根加着烟的手指 你还有40秒 我笑了笑 点了确认发送 下一秒ID前行者 某地方慈善协会 募捐项目部部长 刘靖 所有资料被报上网 因为他的特殊身份 夜半热度 直接被顶到了热搜第一 他气急败坏 威胁我让我快删铁 不然就弄死咪学长 我没再看了 迅速合上电脑 我有点不懂 刘靖为什么这么急着送死 他不知道他的行为像是 邀请我去他家找猫吗 我这就去 当我撬开刘靖家的门 进去的时候 他甚至没有发现我 他在房间打电话 声音很大 怎么喊他都不说话了 跟死了一样 应该不会再发了 刘靖住在一个老小区 现在是半夜三点多 周围的邻居 大多数都已经灭了灯 他一直在跟人研究 今晚被集中曝光的事情 而我在他家找了一圈 找到一只躲到笼子里 电体鳞伤小梨花猫 不是我家咪学长 我叹气 摸摸猫的头 你等我一下呀 即使明明知道 希望不大 但是他真是骗我 我更生气了 刘靖还在拿着电话 指点江山 让那些人都别怕 到时候说我造谣就行 那家人我知道 之前跟我们合作过 搞古董的 到时候我们也找几个大V 发一波他们盗墓 和买卖国宝的帖子 还有因为自己丢了猫 找黑客黑普通人 真的假的不重要 挑拨一下那些反猫奴的人 反正他们情绪重 破猫的事又没证据 警察也不会当侦察 加上现在的人也都仇富 攒着波文的 他侃侃而谈了半天 这才看见 电脑屏幕上倒影出了 我的影子 他一个机灵 什么玩意儿 下一秒我揪住他的头发 把他从椅子上 灌到了地上 然后一脚踩断他的膝盖 让他爬起来 想想还是生气 我左右开弓 打了他十几巴掌 打得他吐了血 在屋子里乱爬 躲进角落里 瑟瑟发抖 我才冷静了一点 此时我搬了把椅子坐下来 你骗我 他 啊 我点了跟他的烟 有点忧伤 我觉得我越来越有人性弱点了 明明知道不可能 竟然也会有一点幻想 真是 明知道咪学长失踪半个月 绝无生还的可能了 我爸也说了 他不吃药是挺不了那么久的 难道还能指望变态给他喂药吗 我忙着感慨 他突然恍然大悟 你 是你 你怎么敢私闯民宅 我回过神 不是你邀请我来的吗 这人也是很奇怪 刚刚已经证明过了 他的武力值 在我面前就是一个豆沙包 突然不知道 撩到了哪根筋 瘸着腿就冲过来 要跟我拼命 我随手 把烟头冲着他的眼睛弹了过去 他惨叫一声 又后退了几步 我好心提醒他 我的游戏还没有结束 你还有机会 供出你的上限 他狠狠地脆了一口 你想得美 我告诉你 被他盯上了 你们就等着家破人亡了 看来他真的知道 我一边活动手指 你听过分金错骨手吗 他说 这是小说里的东西 你唬谁呢 我摇摇头 拿了他的拖鞋 塞进他嘴里 咬着 别吵到邻居 然后低手 先卸了他两条胳膊 人在剧痛之下 其实声音不大 我抓住他的头发 告诉他 分金错骨手一共六路 一路又分六手 合计三十六手 你刚才试过的 那是低手 他惊恐地回过头看着我 不过我看电影刚学的 手艺不好 你多淡带 我跃跃欲试 可是他竟然只扛了三手 这么残暴的人 结果竟是一身健皮烂肉 受不了一点痛 刘静终于承认了 他在这场偷猫行动中扮演的 就是一个牵线者的角色 是他说动我们家的刘阿姨 偷了我们家的猫 而在这之前 他是他所在的慈善机构的 筹款项目不负责人 接待过我爸几次 我爸应该记得他的名字 我也是偶然间发现 你家那个阿姨 是我们的会员 正好他说 他想要纯种的土黑猫 我就让你们家那个阿姨 给偷了过来 那这个他是谁呢 刘静说的很玄乎 说这是个什么高人 能看风水会改运 之前帮他搞到几只 让他满意的猫 他直接指点刘静 买了好几只牛骨 其中咪学长是最让他满意的 搞了咪学长来给他 他立刻就答应 帮刘静签祖坟 刘静以后 就可以等着升官发财了 说了半天 我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我问你他是谁 真是受够了这些 打体跑题的人 这一巴掌 直接把他的牙打出来一颗 他哭着说他不知道 他做事很小心的 我要再打 他赶紧把他知道的信息都说了 虽然他说的很乱 但我还是抓到了一个重点 那个人 他喜欢别人叫他教授 教授这词 不是随便乱叫的吧 我家老爷子早年教过多年书 也没混上教授的职称 反而是辞职以后 因为突出贡献 被颁发了高校名誉教授 他还挺美 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 可如果不是学术圈的人 谁会这么在意这个称呼 我若有所思 感觉好像是我爸认识的人 我还在想事情 刘静战战兢兢的问我 我都说了 你能放过我吗 我回过神 问他 你认识什么厉害的中医吗 他莫名其妙 不认识啊 我点点头 那就好 所以我把剩下的33路 分金错骨手 全都用在了他身上 事实证明我挺有天赋 虽然是跟电影学的 但是听听呢 霹里啪啦声 清脆 月儿 等我最后收手 他已经完全瘫痪了 也疼得昏死了过去 我踢了他一脚 然后走到笼子里 爆出那只猫 猫身上都是伤 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 蜷缩成一团 小声咪两声 放心吧 他不认识中医 这辈子治不好的小猫咪 赶着天明 我敲开了之前合作的兽医院 托付了猫 然后才赶回家 不过 我又回到了那个草坑边上 打算装一个监控 刘阿姨还挺活泼的 在坑里打滚 看见我 他激动的翻滚 声音哑的不行 盈盈小姐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特地跟他说了一下 我找猫去了 找了一晚上 刘阿姨 不过没找到 什么时候找到 我什么时候放你 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 让他特别害怕 他又开始尖叫 喊救命 不过越是声嘶力竭 声音越小 再这么喊下去 这嗓子得废 主楼很平静 这样的清晨 就算大家醒了 动作也都亲手亲脚的 每天时光的开启 都是温柔的 江宁打着哈欠出来 问我 你昨晚去哪里了 我说找猫去了 不过没找到 他安慰我说 没关系的 我问他 老爷子怎么样 叔叔状态一般 昨天半夜醒了一次 老爷子跟他说 鼓是一种慢性毒 即使脱身够早 恢复也需要时间 就是 他老想把屋子里的雷坯木 山鬼花钱弄走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江宁无奈地道 现在没有线索 他太着急了 可能想试试 把命学长引出来 我也不敢告诉他 刘阿姨的事情 怕他受刺激 我有点无虞 他这个办法太笨了 不过你做得对 刘阿姨的事情 不要说了 说了又怎么样 让他来道歉吗 也太没意思了 我爸还得为难 要不要放过他 这时候 我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低头一看 我哥 我回到书房接起电话 他立刻对着我一顿输出 昨晚网上那个事情 是不是你干的 你知不知道 报别人信息是违法的 我心想他忙着办案 竟然还有时间上网 我直接说 你去找证据证明 是我发的呗 他闭嘴了 我直接把我查到的信息 告诉了他 爸弟朋友里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刘静给的信息也不多 我就抓住了几个重点 一 古师可能来自 或许曾经是学术圈的人 二 古师喜欢鼓到一些风水 三 算卦 巫谷的玄学 三 古师是本事人 并且来过我们家 见过咪学长 我哥说 你这给的都是什么线索 爸认识的教授和风水师 不知道有多少 突然他沉默了 我问 怎么样 他犹豫了一下 可能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那个人叫常解明 曾经是欧大的考古系教授 因为违背学术伦理 被开除 老爷子曾经帮他打过官司 不然他得坐牢 我脱口而出 考古怎么违背伦理 他兼古师了 我哥又开始冲着我咆哮 薛盈 你脑子里都是什么 抄袭 伪造数据 重复发 不当利益冲突等等这些 都算违背学术伦理 不是你脑子里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把手机拿开一点 烦死了 考古和伦理放在一起 我很难不想到那玩意儿吧 难道我不正常吗 我哥终于骂完了 他说 不过他那个事 确实和别人不一样 我 嗯 我哥说他之前 一直研究古墓的风水镇 并且加以复课 也就罢了 只是引人诟病 老爷子作为不可知论者 对他的研究持开放态度 他后来的罪名 是偷到文物 虽然后来证明 是冤枉了他 但他真的冤枉呢 说不定 他偷那些老物件 也是为了弄他的邪术 我哥 他被学校开除后 还在咱家华夏楼 工作过一段时间 那还 真可能是他 如果说 他这么沉迷于 导吃他那些邪术 那他的目的 很可能从刚开始 就不是钱 而是我家的文物 比如咪学长 就是罕见的开窍玄猫 自然是炼化猫骨的 最佳材料 更不提我爸的 藏楼的其他老物件 足够让他痴迷 我哥还在嘱咐我 我被案子缠着 脱不了身 你不要冲动 等我回来伤 我火速掐了电话 人类的欲望 相比起动物 太过复杂 而且很容易为了自己的欲望 霸凌众生 包括同类的意志 这是我有一段时间 非常厌恶人的原因 比如这个常简明 按理来说 他的研究 或许太过非主流 能得到我家老爷子的支持 已是难得 但他眼里 只看到老爷子的价值 而不是道义 不过没关系 他疯他的 只想要搞他那个 见不得光的研究 我疯我的 我们咪学长 活要见猫 死要见尸 常简明没有他 自己想的那么神秘 他曾经是知名教授 网上能查到他的资料 只是我没想到 我在看资料的时候 江宁给我端了咖啡过来 他看了一眼 那个百科上的照片 嗯 这人不是老常吗 我以前生意不好 在熬头街摆摊的时候 见过他 现在年轻人创业 也挺不容易 我默默地说 他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 江宁愣了一下 脸色变得很精彩 先是震惊 然后了然 最后说了一句脏话 我就说 这人看起来有点邪 你等一下呀 我问一下 之前摆摊的群友 说着 他打开群 直接语音输入 兄弟们 之前那个经常买蛇的老常 你们还记得吗 最近还见过吗 哦 地址发我 好好好 请你们吃饭 一套操作行云流水 他说 我搞到这个人的地址了 我小脑萎缩了 他说他以前在熬头街摆摊 熬头街是个救货市场 有点类似于鬼市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卖 这个老常 天天跟人要毒蛇 出钱又多 人家抓了蛇 都会给他送过去 我的小脑又萎缩了一点 你在熬头街卖什么 卖吃的呀 那地方偏僻 方圆时机里 找不到一个同乡 摊主不也要吃饭的吗 可以说是又莫名其妙 又合理 等不了了 我又从窗口跳了下去 江宁追过来 在窗口喊 你要去吗 太危险了 他买了好多毒蛇 不知道想干什么 我说 没事 我心里有数 你看好你叔叔 此时黎明学长失踪 已经过了16天 老爷子发病 第6天 我的耐心已经耗尽了 常见明家住在郊区 据江宁给我分享的消息 他是在郊区某个村落 租了一座小山 对外宣称是个养殖场 我在山里转来转去 差点迷路 直到我看到一个 装了电网的大门 应该是到地方了 于是我拔了一棵树 想把这个电网给捅了 把门砸开 突然大门在我眼前打开了 开门的人看了看我手里的树 愣了一下 你这大可不必 我阴沉着脸看着他 他又说 我认得你 你是林辽家的盈盈 薛林辽 我父亲的明慧 而他就是常见明 50岁左右 个子很高 常年户外作业 皮肤有黑 身材精瘦 穿着灰扑扑的衣服 戴着眼镜 整个人看着都透着邪气 我问他 我家猫呢 他退开一点身子 进来说吧 我问他 我家猫呢 他好像有点无奈 你还真是跟林辽一个脾气啊 搂着猫当宝 我又问他 我的猫的呢 他说 是林辽的意思吧 他这个人 天生就拥有了那么多 18代人的心血和积累 都交到了他一个人手里 他不说 后继勃发更进一步 竟总是把心思 放在这种微小的事情上 我直接把手里的树 冲着他治了过去 他逃进门里 倒是快 但还是扫了一下 此时 我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点 在他逃跑之前 我就冲了进去 把他按在地上扇他 你们这些人 废话怎么就这么多 我问你 什么你就打什么 听清楚 我问的是 我的猫呢 我承认我大约是在泄愤 因为我不过是在做一件 最简单的事情 找猫 而且是我自己的猫 我是犯什么天条了吗 不然我为什么没遇到一个人 刘阿姨 刘静 包括这个死东西 都要听他们说一遍 莫名其妙的歪理 惹我生气 起初他还能挣扎两下 但后来被我打得满脸血 身体直接软了 他竟然还敢说 林辽 没能驯服你啊 我他妈 我掐住他的脖子 手指嵌进他的肉里 我的猫呢 他的眼睛盯着我身后 我回过头去看 树上有一条蛇 仿佛没有鳞片 只有红的像血的皮肉 此时正直直地从树上垂下来 冰冷的树童盯着我 常见明吐着血在那笑 你经过林辽的华夏楼吗 那里收集的是 二里头文化之前文明遗物 也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 那些藏品可不是一般的有趣 我依然盯着蛇 在这场对峙中 它的气势在一点一点减弱 变成我进它退 而常见明还在瞎吹牛逼 神话里的东西成了针 不比死气沉沉的资料墙 看看这个吧 除了猫鬼 我的另一件得意作品 这条母骨蛇王 养育了成千上万条子骨 下一秒 我把那条无理母蛇抓了下来 没有丝毫反抗 啪 我把蛇抵在它眉心 我的猫呢 啪 我的猫在它家堂屋 用一口石棺装着 看样子 起码是个随堂十七风格的老物件 前面摆着香炉 和一碗满满的米饭来祭祀 我看了看 拍了张照片 打算留下来给我爸看 他真的偷文物了 不然就是盗墓了 我想伸手去推棺盖 别 我回过头 常见明趴在地上 背上还背着它的 得意之作 那条被我驯服的红蛇 它已经不是你的猫了 感受到陌生的气息 会攻击你的 下一秒 我就推开了沉重的石棺 一股难以形容的腥味 瞬间喷波而出 恍恍惚惚之间 我好像听到空气中 响起了凄厉的猫叫 我静静地看着 棺里干巴巴的猫狮 吵什么 回家了 然后那猫叫就消失了 我脱下外套 把命学长包了起来 常见明震惊地看着我 怎么可能 我说 什么 他愣了一下 突然无奈地笑了起来 果然最好的 还是在灵疗手里 我若有所思 你知道 我是我爸捡来的 他趴在地上盯着我笑 昆仑陈宇 万人坑遗址 当时我也在 卧槽 我知道为什么 他看我的眼神这么恶心了 这个人脑子有病 他大概是 把我也当成了他的研究对象 此时他还在问我 可惜那地方 我们再找不到了 你爸也不让我再提你的身世 不过 你真的变成人了吗 或者说你认为你是人吗 我逐渐起了杀心 我确实不是人 有一段时期 被人定位为神 而被供养 但我从来不在意人间 除了我爸 他养了我二十几年 同样来不在意我的属性 他的态度 让我在人群中很自在 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 我有一种被人冒犯的感觉 他得死 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 是我爸打来的 我接了起来 爸爸 我马上带咪学长回家 老爷子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这是他多活几天的唯一理由 我搞得灰头土脸的 叫了一辆卡车 带着咪学长 还有他的小光果 再绑着这科研孽畜 和他屯的那群动物 一起回了家 刚进家门 迎面就碰到了 姜宁和我哥 扶着老爷子从主楼出来 老爷子有些惊议不定的 看着我怀里 用外套包着的小东西 我点点头 刹那间他的眼眶红了 但还是保持了冷静 回来了就好 很神奇 从来理解不了人类心情的我 这次感受到了他的欣慰 大概是因为我记得 多年前他合考古队进入沙漠 遇到了沙尘暴 又由于设备问题导致 被困了半个多月 获救的时候 他身上还背着死了三天的队员 娃娃死在外头够造念了 如果连尸体都没带回来 不知道他父母怎么办 如今咪学长能归来 也算是去了他一见心病 他让人把咪学长和小官国 先送到华夏楼 然后对我说 把他叫过来 我说好 当我把断胳膊 又一脸写的长解名 从一车蛇虫鼠衣里 拖出来的时候 我哥的表情有点崩 但老爷子很淡定 他说 扶客人进门吧 我一手提着 客人就进了书房 扔到了地毯上 老爷子让我们出去 我哥和姜宁出去了 我站在原地不动 他也没办法 我说 爸爸搞死他 老爷子无奈了 你等一下 长解名说 老靴 好久不见 老爷子冷冷地看着他 事情到这一步 他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当年长解名 因为个性古怪 被人排挤 乃至被学校开除 老爷子不但帮他打官司 甚至给了他一份工作 就是让他在我们家的华夏楼 整理老资料 华夏楼的文物历史最悠久 藏楼里的藏品 多与上古信仰有关 甚至有很多是来自史前文明 只是不成体系 老爷子一直没时间去整理 我觉得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让你整理出一本 史前巫古通史 足够让你在学术界 有一席之地 虽然后来你我理念不合 分道扬镳 可我没想到你不做人啊 为什么说他不做人 他竟然用从华夏楼学来的东西 来害我爸 长解名就看着他 资着带血的牙笑 谁能比你不做人啊 18人的传承 到你手里 你在这栋玩家家酒呢 昆仑山下沉雨一记 这辈子我们都进不去第二次了 结果你捡了玄猫 当宠物养 捡了个小孩 当女儿养 老爷子明显有些慌乱 住口 我冷冷道 爸 别遮了 我早知道了 我就是那个 他在昆仑山下沉雨一记捡来的小孩 他还想骗我 我是他亲生的呢 我爸闭嘴了 长解名又看向我 你到底是怎么驯服他的 我眯起眼睛 老爷子冷冷地道 注意你的措辞 他是我女儿 我说 爸爸搞死他 长解名笑了 你爸不会 人人都说他是个老好人 他自己不也说了 道不同 就分道扬镳 他是最有科研包容性的 他在这偷换主题呢 明明是偷家 他非说是科研的包容性 我俯下身 重复了一遍 爸爸搞死他 老爷子摇摇头 长解名得意一笑 老爷子说 他被猫鬼反噬 等来就活不成了 长解名竟然说 你得救我 你不可能看着我因为实验事故 死在你面前吧 老爷子说 好 你就等着吧 长解名等了三天 死在了医院 诊断的结果是肺部病变 一进医院 就被文训赶来的专家给包围了 古师开始供养猫鬼 必得每天此时 对其进行供养 毕竟猫鬼的力量 来自于被折磨致死的恐惧和恨 一旦停止供养 就会被反噬 但是在当代医学眼里 这是好新鲜的一例病例 在他还没咽气的时候 老爷子去看他 我硬是跟上去了 他赶我 笑死 根本赶不走 短短三天的时间 这个人全身插满管子 躺在了病床上 看到老爷子过来 他激动了 我有些玩味的看着他 因为我在他眼神中看到的是 期待 欣喜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幻想 他竟然还在等我爸来救他 老爷子握着他的手 安抚的拍了拍 他更激动了 我让珊珊牵了遗体捐赠协议 床上垂死的人猛的一跤 常珊是常简明的女儿 老爷子找到他的时候 才知道常简明为了他所谓的研究 抛弃弃女 八年前常珊丧母 他突然出现 让常珊心存期待 结果常珊养的小梨花猫 是他的第一个研究对象 那时候他没胆子去偷人家的 我提出要签遗体捐赠协议 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 常简明曾放弃女儿 可此时被女儿放弃 他却显得异常愤怒 他说不出话 但他的眼神仿佛在说 为什么 他怎么敢 老爷子说 作为被猫鬼反噬的死者 你成为科研样本 也算你为研究巫骨做出贡献了 他开始挣扎 拼尽最后一点力气 想挣扎起来去抓老爷子 可老爷子不为所动 只是坐在那 是我看走了眼 当初以为你的研究只是小众 可后来我发现 你资质平庸 又想靠剑走偏锋来扬明 还称之为科研精神 说到这儿 他缓缓低下头 看着常简明 当初解雇你的时候 说是科研理念不合 是给你脸 你明白了吗 这些话 杀伤力极大 上午说完 下午这人就死了 等着祸死了 我突然想起 坑里还有个刘阿姨 趁着夜黑风高 没人注意我过去看看 本来以为已经饿死了 可我跑到坑里一看 人不见了 幸好我那天装了监控 然后我又趁着夜黑风高 拿着监控回到了书房 取出内存卡 打开一看 我哥和江宁的背影 出现在画面里 他们在我出发去找常简明那天 竟然就找到了这个货 江宁 啊 报警啊 我哥 我先把人弄上来 你先别报警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刘阿姨从坑里背了上来 看样子 刘阿姨已经失去意识了 他说 这可就难办了 江宁突然说 他也太不小心了 怎么就掉坑里了呢 说完 他们俩互相对望了一眼 表情有点诡异 然后他们俩打120 我哥背着人走了 看完视频 以后我大为震撼 这么多天 我哥竟然没提起这件事 这简直不是他的风格 我忍不住打电话给江宁询问 江宁也不像以前那么傻乎乎的了 听他的口气 就知道 他已经猜到是我干的了 他已经回去开店做生意了 电话那头 还有很多客人议论说笑的声音 刘阿姨啊 他胳膊骨折了 你放心吧 我 啊 电话那头想起一个客人询问 他是出了什么事 江宁说 盈盈家的一个保姆偷了东西 逃跑的时候掉坑里了 摔残极了 过程和结果都对了一半 他开西餐厅 来往都是熟客 客人听了就说 啊 那不能是盈盈家的责任吧 他家里闹不闹啊 江宁说 不闹啊 他儿媳妇比较通情达理 接回去照顾了 客人的笑声传来 你这话 我多少挠不出一点婆媳恩怨 看来这老太太下半辈子要遭罪了 嗨 百音必有果罢了 他敷衍了两句 对我说 盈盈 这个事情你不要操心了 我搞定了 我愣了半天 主要是没想通他怎么说服我哥的 江宁下班了以后又过来一趟 他跟我说 叔叔跟长山谈的时候 带我去了 好家伙 我那两天 忙着投放虐猫俱乐部其他人的资料 在网上搞风搞雨 直接杀红了眼 不知道多开心 事后 我还怪老爷子不带我 他竟然把江宁带上了 你们还真是一声不吭就办大事啊 江宁笑了笑 说实话我挺震撼的 我觉得我有很多地方得向老爷子学习 他说 他刚开始以为我爸和我哥一样 都是老好人 因为我爸脾气极好 甚至有点胜负的感觉 但后来发现不是 我说 确实不是 我爸也是牙字必报的 就比如 之前进沙漠的那支考古队 我爸是把死去的队员的尸体背出来 还给了死者的父母 但是考古队遇险 设备款项被贪污 导致设备出了问题 也是真的 他事后清算相关负责人 可是一点都没手下留情 现在那些人还在吃牢饭呢 江宁无奈的笑了 什么牙字必报啊 他说这叫 知事故而不事故 丽元华而弥天真 他说 我要跟叔叔多学习 他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 确实 老爷子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 比如 他竟然熟练的布置共谈 又把咪学长给供了起来 那屋不让别人进 我想进 他还想拦着我 笑死根本拦不住 我打眼一看 就知道他是专业的 甚至比长简明还专业那种 老爷子说 以后这就是咱家的保家先了 我 您是认可他的呀 老爷子无奈地道 不然我为什么要资助他 我又不是兜里钱烧得慌 那你 乌也好 谷也好 起源都是部落医学 到后来 也曾被正式划分为助游科 但令他失望的是 治病救人的谷医技术 失传了许多 害人的黑谷术 反而流传了下来 老爷子的本意 是想挑选一个合适的人 揭开古代乌医的神秘面纱 没想到 选出来的长简明 竟然一门心思 就奔着靠古术走捷径去了 还害死了咪咪 老爷子的语气有点委屈 我指了一下 被供起来的小棺果 那名学长还能撸吗 老爷子 不能撸了 你以后少来吵他 哦 我有点失望 那以后可以撸吗 不行 不会吧 您会不会自己偷偷撸不告诉我 然后我被他赶出去了 他对我说 你以后少回家 我被赶出来也没生气 反正我在外面租了房 就住在江宁楼下 本来想跟江宁念叨这个事 突然发现 他开始天天晚上跑出门 还背着我偷偷看书 我 终于有一天 他被抓了个信心 他有点不好意思避党 叔叔让我考他的研究生 我 啊 以后让我去华夏楼工作 啊 江宁都笑了 盈盈 你最近怎么像一个复读机 我差点脱口而出 那以后谁给我做饭啊 听着觉得像渣男说的话 我若有所思 老爷子选中你了 老爷子说想选一个人 整理华夏楼的资料 细想想 他选中江宁 专攻注油科的考古 但是他让我暂时别告诉你 说是怕你 偷偷跟着他去撸咪学长的猫鬼 还有我带回来的那些蛇虫鼠蚁 最近他都忙着帮老爷子去安置了 那条红蛇 叔叔在给他治病 严格的说 他是得了一种真菌类的疾病 没敢交给实验室 怕达不到他的理念要求 所以叔叔专门自己建了一个实验室 江宁有点心虚 对不起呀 盈盈 我嘀咕了一声走开了 他喊 盈盈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没生气 只是我当天晚上就翻墙进去撸猫鬼了 运气不好 碰到了老爷子 结果被他拿着鞋底子追了一路 全轮完